各位朋友新年好啊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骑士设议 今天是大年初期 基本上已经过完了农历新年 所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出来拍视频了 所以今天轮到了我玩弹弓的时间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玩弹弓的时光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款弹弓 是一款在之前已经出现过的弹弓 但是又和之前的弹弓有些不一样 它进行了一些改进 就是我手里的这款弹弓 看见了吗 很多人可能认出了 这是之前玩的追隆弹弓 但和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可以说是追隆弹弓的一种变种 它进行了一些改进 这些改进在材料上进行了改进 这些改进并不是使它的材料 越来越好 而是使它的造价成本越来越低廉 以至于它的售价比原来的追隆 要低很多 成为了一款平民版 平价版的追隆弹弓 很多人都可以觉得追隆弹弓的价格比较贵 但是这款弹弓的价格会比原来的弹弓 的价格会便宜很多 在不影响它使用 使用效果的情况下 进行了一些成本上的改进 让它的造价变得更低廉 这是原来的一款弹弓 这个追隆弹弓 可以看见两款弹弓在造型上是基本上一样的 但是细节上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来仔细看看它到底有哪些变化 来看看 这两个就是今天的两种不同版本的追隆 这就是原来的追隆 原来追隆分泰克金追隆和不锈钢追隆 但是无论是泰克金和不锈钢 造价都比较高 泰克金则更高一些 不锈钢的追隆和泰克金追隆 在老版本上是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是完全一样的 造型上是一样的 但是价格也相差近七八十到一百块钱的价格 而这个不锈钢 而这个平价版追隆 比不锈钢和泰克金追隆都要便宜 它进行了很多的改进 它和它们的差别就大了很多 因为平民版的追隆更注重了实用性 它把一些花哨的噱头全部去掉了 变为更实用的东西 比如说原来追隆这个木把是 沙漠铁木的木把 沙漠铁木的木把 这个木头是一种很名贵的木头 而这个只是一个合成素纸木把 所以造价就便宜了 然后在做工上面 改为了抛光铸造 很简单的做工 但是材料仍使用不锈钢 强度什么都是足够的 基本上是不影响的 而这个追隆 看嘛上面还有一些刻字 以及这些刻度表 都是激光刻字刻度表 这个平价板追隆上面什么都没有 这些东西对于使用上的效果 使用上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 所以这个东西也去掉了 在瞄准系统上 不锈钢河 原来的不锈钢河太格金追隆 都是线切割的材料 非常精细 这个瞄准系统改为了素纸材料 一种非常强的素纸材料 也不影响使用 所以在手感上和精准度上 和原来的追隆是完全一样的 它还做了一些其他的改进 更优化的改进 比如说这个追隆上皮筋 我们需要用工具拧开这个内陆角 罗帽 才能把这个夹具给打开 然后这种平板追隆 它不需要工具了 直接这里有个旋钮 一拧一按就下来了 看见了吗 这里有个夹具 结合的是很紧密的 需要使用的时候 把它一放 放入家具 使劲一拧 就上去了 速度非常快 不需要你携带工具 所以这就是这两款追隆区别 今天主要是评测一下这款 平价版追隆的使用效果 有些人可能注意到他们两个怎么 不对 怎么是对称的呀 这个瞄具怎么一左一右啊 这个平价版的追隆 瞄具是可以互换的 是对称的 这边的瞄就可以装到这边 这边的瞄就可以装到这边 以至于有些是左撇 有些人是左撇子 需要不同的方位 同样这个是有照明灯的 在夜间可以照明使用 照亮这个光纤 静准度会提高很多 这个也是一样 现在光纤太强了 我们看不出什么 看不出什么 但是在大白天的情况下 我是用不上这种不锈钢苗的 一般情况下我会把这一边取掉 但是还有一个方法 就把它放到下面 就暂时用不上了 用这一边就可以同样在白天 原来瞄准目标物 因为这里的灯非常遮挡视线 这用不上的情况下把它装到下面 或者取下来 今天我们就先评测 就是来评测这款平价版 最终弹弓的使用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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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使用一下这款平价版最多弹弓 看看和原来的版本的弹弓相比 有什么变化 是否使用质量准确度也下降了 在十米外 十五米外 把两个酒瓶子 在敲的中柱上面 有两个酒瓶子看到吗 现在我要在十五米外打击他们 第一发 很轻松 漏了漏了 擦边漏了 很轻松就打掉了 使用效果完全没有变化 和原来的追弓弹弓使用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 不需要任何上手 不需要任何练习 在使用原来的弹弓的基础上 就直接可以使用这个追弓弹弓 刚才小试了一下准确度感觉非常不错 现在我们玩点有趣有难度的东西 就是一根细长的日光灯管 我们并不是要直接把这个日光灯管直接打断 而是要一点一点削 从头削到尾 削到尾 像给火腿肠防刮切片一样 看能打多少发 能打多少次 慢慢把它削平 打的次数越多 就说明准确率越高 现在我要想办法把它立在某个地方了 想了一些办法 这样把它立在了桥的栏杆上面 我们在十米外打击 现在的距离大概是12米 我们开始打击了 从顶开始打 慢慢削 我先要把这个顶部的铝座给削掉 看看行不行 打掉了 好像削的有点长了 尽量短 尽量短一点 这一下 其实打中了 其实已经打中了 你们看不到 削的很短很短的一片 怎么样 很短很短 大概一厘米 这次有点长了 我们下了 我们下来 如果怎么打好 没有 我们下来 然后 мы下来 我们下来 亭 ro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段是包在纸里面的 我们直接从底部把它打端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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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粉碎 完全粉碎了 剩下来都在纸里面包着了 花点时间来清理一下 好了各位朋友 这就是今天这款评价版 素质不锈钢追龙弹弓的评测使用视频 如果你对这款弹弓感兴趣的话 请加我们的微信 以及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是 HYQS74黑夜骑士74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